本地创作歌手一节旗自爆出道题好友佩妮带佩妮户口事件后 首度反马面对大马媒体 爆出七公斤的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先生记者会 第一句话便是向大家道歉 并坦言至今仍然无法原谅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行为 对不起 我做了一件有不好的事情 送太多 给大家心痛 给大家心痛 这里有这个季酒会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听我说这句话 2月22号那件事情发生之前 我去找个佩妮跟她当面的说了这件事情 我来能去吗 我们两个就抱头不哭 然后 我就跟她想说我才去自首 她就 手腕就了 手 我们就一路走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从她的家到 检察局 就是那个十分钟我们做朋友十几年了 我们从来也没有生过一把伞 她也从来没有玩过我被甩 所以她的时间是我生命里面的 其实是一个很 很挣扎的 说不上来的 这种感受 好像是我这辈子也会忘记的一个视频中心 一节其坦言 自2月22号将自首声明的视频上载到网络上后 变成蒙起亲身的念头 对被伤害的戴佩妮在第一时间选择原谅她 让她深感难过 而对梁静如公开表明无法原谅 一节其也表示尊重 我上了幽默之后 其实我是不想 不想继续 别的 做什么的好像有什么 而且 而且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是什么 然后就这样 因为这让我内疚的是 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我上海的片 她竟然在第一个时间就原谅我 她就很怪我 到今天 她还是很关心我 如果她怪我的话 或者是 即便是伤我一巴掌的话 她就觉得我不好受你 可是她没有 所以我觉得 看你根本不是人 她是天使 在历时35分钟的记者会中 一节其坦言 心情是挣扎 害怕和紧张的 在提到长期在台湾 所面对的经济问题 以及对这起事件 最深的体会时 一节其忍不住哽咽失声 经过这件事之后呢 以前的骄傲 以前的情迹 以前的自信 以前的自大 以前的自我感觉良好 全部都粉碎了 一定也粉碎了 我现在 唯一的只剩下 那颗很小很小的 很懦弱的 很怕的 那颗心 去 期待 去期待 重建的自己 我觉得也都是这样 最后 一节其誓言 未来绝不允许自己 再重蹈覆辙 并且也不会 再针对自己事件 最除了他本人之外的部分 做出回应 他讲了一句话 让我 一辈子都会忘记一句话 他说 我做一个朋友 做一个失败 他做到自己 当你在困碎答案的时候 我反而没有察觉 你对谈的时候 然后我就保持他 哭 我就想说 其实根本都不是你的错 我又不想 把这个事情 变成他的负担 而是天理 大家也了解他的个性 他领域自己受苦 他也不会 把问题 丢在别人的身上 这个就是爱佩理 我会用我生下的生命 去保护他 我觉得他保护他 好